这间位在台中的超人气小馆 是许多掏客的口袋名单 就算排队排到天皇地老 也要吃上一次 料多实在CP值超高 招牌的牛肉火锅 是使用传统的烟囱铜锅 碳火加热 再加上独门秘制的牛肉高汤 还有手工馅捏的牛肉丸 以及炖到软嫩的澳洲牛健心肉 让人一吃就着迷 一位吗 三位啦 都还没开门营业 这家位在台中南屯区的饺子专卖店 门口早就排满人潮等着上门 不少消费者就怕晚来吃不到 已经看很久了 我们今天10点40分 还没营业的时候就来等 从哪里来这边吃 蛮好的 我怎么会这么远奔来这边吃 我看网路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滋味 这么用的 原来大家最爱的就是老店卖的这一锅 小心喔 火锅来了 东西都是熟的可以直接吃了 热乎乎还冒着烟的牛肉火锅 牛肉的份量多到快要满出来 精选澳洲产的牛健心入口即化 古早味十足的铜锅 中间还放着木炭 用炭火煮出来的牛肉火锅 炭香味十足 配上自家手工做的牛肉丸 一口咬下还会喷汁 汤底则是秘制的药膳牛肉高汤 冬天来上一碗温润爽口 暖心又暖胃 因为我本身是很爱吃牛肉的人 然后我发现他的牛肉是入口即化 我觉得真的是太值回票价了 他的份量很足啊 一般牛肉火锅都是切片的 他这是整块的 因为肉质很新鲜 所以其实吃起牛肉的时候 他的口径其实是很有弹性的 牛肉碗咬下去之后 加实Q弹 重点是汁 会喷汁 真的很好吃 炭火这种东西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古早味的感觉 而且其实这样慢慢吃啊 其实很有氛围 其实我还蛮喜欢 我刚刚来其实我眼睛就一直看到 那个木炭火 很有Q 很有Q 真的 这种餐厅越来越少 我觉得其实这种餐厅吃起来的东西 才有氛围 才有那种温度感 因为用铜锅加加上木炭 其实它燃烧出来的味道会比较特别 又加炭香 铜锅它的导热速度又快 所以它释放出来又跟那个木炭这样子吃起来的话 那整个味道 我相信会很足 它的汤是比较甜 然后蛮顺口的 不会食咸 我们从苗栗 超人气的牛肉火锅 俨然成为店里的正店之宝 现在还被网友封为 被饺子耽误的火锅店 听到的时候也是笑笑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说啊 可是来的人他还是会点自己好不好 要帮自家的水饺平反一下 因为起初在民国六十年刚开业时 爸爸杨继宝是安徽人 就靠着卖家乡的手工面食 牛肉水饺起家 現点 现包 现煮的水饺 手工擀出来的面皮 劲道食俗 内馅则是用台湾黄牛肉制成 一口咬下 肉汁流了出来 让人吃到口齿流香的牛肉水饺 日卖千个不是问题 水饺皮 水饺皮 还有里面的牛肉 都是很Q彈的 所以一口下去就会很润滑 对 然后主力就进去了这样子 水饺的内馅满多汁的 好吃啊 看我的表情就知道很好吃 很不错 它没有很大顆 可是内馅很饱满 晨熙爸爸的好手艺 以及做生意的理念 坚持每天新鲜现做的饺子皮 一早七点不到 就在厨房里备料 每天现打的话 它面粉的面团 硬性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它如果变过之后 面粉会整个缩在一起 对 它变比较不会那么Q软 对 所以我们坚持就每天现打 手工的饺子皮 费食又费工 现在就是要把它平均 把它切完之后 把它封起来 让它稍微熄一下面 熄完之后 再把它搂一搂再熄 一共要有三次 得经过三醒三揉的面团 才能做出Q残外皮 内馅则是使用 台湾温体黄牛肉 混合台中产的青葱 下去制作 在台中热卖进一甲子的老店 早就成为当地不少老饕的 口袋名单 甚至在台中市府2023年举办的 播考节 从近500家店当中脱颖而出 拿下巷弄美食组的冠军 就算得到这项肯定 已经接班20多年的杨平龙 依旧不敢懈怠 每天兢兢业业 就是要把爸妈传下来的好手艺 完美呈现 像是这手工牛肉丸 坚持每餐都现做 其实那个肉它温度低的话 它比较会有 产生一个乳化的效果 对丸子Q弹的帮助 只用葱 胡椒粉跟蜜质辛香料 做鸡粉调味 每天手打20台斤的牛肉 制作出来的牛肉丸可失限量 对 我们只用高糖去煮 用高糖的话 它丸子可以吸收高 它们的本身的味道 每天都要嫌粒吗 每天嫌粒啊 为什么嫌粒 因为我们觉得说 这样子新鲜度会比较好 没有想过用机器取代 夫妻两人四手一起捏 得抓紧时间 在一个小时内迅速捏好丸子 再放入牛大骨高汤 先浸泡到半熟才能下锅煮 爸爸教她的时候就是告诉她 就是说我们就是踏实地做 因为爸爸那时候也是从早忙到晚 店里所有的大小事物都要亲力亲为 要把老夫妻传承下来的好味道 尽力做到最好 要放心啊 因为有些东西自己把关会比较安心一点 回想起儿时的记忆虽然辛苦 但是她觉得一家人在一块就很幸福 早熟的杨平龙比起同名的孩子还要懂事 国小就跟在爸爸身边 帮忙店里的大小事 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牛大骨差不多 一般我们差不多用两斤的大骨下去慢慢熬 像是这个火锅汤底先下白菜 再加入牛大骨一起熬上三小时 最后关火焖上一夜才熄 加一些蔬菜和大骨下去炖 那高汤 炖完之后晚上熄火 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去开火 让它慢慢再炖 牛大骨高汤还得要混合 用多达12种辛香料熬煮出来的牛肉汤 才能造就出汤头完美的口感 另外限量的毛肚料理手法也是与众不同 葱蒜下锅爆香 再下红萝卜 洋葱以及毛肚 大火迅速翻炒 火候得掌控精准 葱爆毛肚口感才会爽脆 像我们毛肚的话 跟外面比较不一样的话 是因为外面的火锅店 它们一般都拿来汆烫 那像我们的话是把它放到热炒类 那它的火候的话就是大火快炒 而且时间不能太久 就算每天工时长达16小时 他也把吃苦当作吃补 因为看到老客人一直回访 他认为这样就很值得 就算爸爸走了14年 杨平龙依旧每天坚持守作好味道 也把对父亲的思念 化作他对料理的动力 用心守护这个家传的美味 也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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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讨厌